今天看到一篇政治正確的下場 當然台前幕後 我們香港的治港者是不會從中領悟到什麼的 他們只會死牛一邊頸 或辭或草 最終頭破血流 氣絕身亡 一切與其他人何干 今天在北京講了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就反映了為什麼外國企業要撤離中國 有一位朋友 他見到隔離輪舍一個40歲的朋友 這位大哥跟他說他失業了 他一直都在北京郊外順義區合資企業 北京奔馳汽車廠工作 收入不算低 月入過萬 那為什麼會失業呢 他說的 德國方面當年來一直跟中方合作愉快 而最主要的奔馳汽車在中國也都買得不錯 但是中方早前在工廠成立了工會之後 上年又要求建立黨委和下屬支部 黨委書記必須參加董事會 而德國廠方不接受這個違約安排 僵持了半年有多 結果中國不容討論 硬來工廠只能夠宣布終止合作 承擔所有的損失 退出合作這一次的工廠和計劃 據中方原先估計 德國尤其是奔馳汽車廠最終會權衡利弊 卑躬屈塞地投降 無料到他寧節不彎 這一下又令到幾千人失業 北京又少了一個納稅大會 只是因為政治正確 節目做到這裡 希望大家like 追蹤 share 訂閱 課金 看廣告 可以的話加入會員和比賽 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所以很多人以為是西方和中國兩大陣營 關係不好所造成 外資走 有各種的原因 但是黨委書記也是其中 尤其最主要的就是你入得董事局 你有發言權 如果當有些經濟上高 或者一些公司上高的政策 要給黨委書記去審核的話 那這間公司基本上不用做 那你就明白這個只不過是其一 第二當然是動態清零 市場不在這裡 而第三就是政策的混亂 沒有人告訴你 你在中國是安全的 做生意 拜拜